破两万跳女团 杨子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时 承诺如果粉丝数量突破两万 他就会表演女团舞 此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不少粉丝纷纷表示期待和支持 作为一个高知名度的演员 杨子一直备受关注 他的演技精湛 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此外 他也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艺人 经常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感悟 在这次与粉丝的互动中 杨子的承诺无疑给粉丝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能够观看自己偶像的表演是一件莫大的幸福 而杨子的女团舞更是让人期待 毕竟她之前从未在这方面展现过自己的才华 对于杨子来说 在女团跳舞也是一种挑战和突破 虽然她在演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在舞蹈方面她还是个新手 不过 我们有理由相信 杨子一定会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努力 克服这一挑战 为粉丝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女团舞 总的来说 杨子和粉丝的这次互动充满了欢乐和温暖 期待杨子早日兑现承诺 为粉丝们奉献一场难忘的女团舞蹈表演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会继续支持她 祝愿她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辛苦拍新剧《相爱很久了》 杨子自夸 两万人跳女团舞 粉丝翻开书《相爱很久了》 剧组近日举办线上直播活动 邀请众多创艺人工作人员和粉丝参与 直播间里 饰演该剧女主角黄英姿的杨子与观众互动 第九天长剧组近日举办了一场 引人注目的线上直播活动 吸引了众多主创人员和热情粉丝参与 此次直播成为粉丝 了解剧集幕后制作流程 与明星演员零距离互动的绝佳机会 直播间里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黄英姿的杨子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 她表现出的自信和相关性让粉丝们更加喜爱这位演员 杨子与观众进行了深入互动 解答了关于角色塑造 拍摄幕后以及与其他演员的默契配合等诸多问题 互动中 主创人员还分享了该剧的幕后故事和创作经历 导演透露了一些有趣的幕后意识 并透露了一些制作的技术细节 让观众对整个创作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编剧分享了创作初衷以及故事背后的一些心路历程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粉丝们在直播间表达了对剧集的喜爱和期待 直播中还首次曝光了一些独家幕后照片和视频片段 让观众一睹剧组工作状况和拍摄现场的生动场景 这次线上直播不仅加深了观众对久爱的期待 也让该剧在火爆之前就积累了大量的人气 杨子的精彩表演和与粉丝的亲密互动成为整场直播的亮点 为节目的宣传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总的来说 本次线上直播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剧集体验 也为第九天长的推广策略注入了新的元素 随着直播的结束 观众对剧集的期待达到了新的高潮 相信第九天长的爱情一定会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荧幕上掀起一股观剧热潮 这次直播也让观众对杨子饰演的女主角黄英姿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杨子透露了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演绎 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而且还成功地衬托出了角色的情感层次 这让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命运更加感兴趣 期待在剧中看到更多感人的时刻 直播过程中 粉丝还有机会参加各种互动环节 比如问答环节 抽奖环节等 通过这些环节 拉近了观众与明星演员制作团队的距离 这增加了系列的参与感 幸运粉丝将有机会获得剧组人员精心准备的精美礼物 增添现场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此次现场活动的成功也体现了 现代娱乐产业与观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通过在线直播 观众不再只是剧集的旁观者 而是可以更深入地参与整个娱乐生态圈 这种互动的推广方式 为电视剧的推广开辟了新的途径 为剧集的播出营造了更加热烈的氛围 直播结束 观众们留言表达了对第九天长的期待和支持 剧组也通过直播表达了感谢 并承诺会给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的作品 整个直播活动不仅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剧集的热度 也拉近了演员制作团队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为剧集之后取得更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被广播 当被问及如果直播间观看人数突破两万人是否会为大家表演女团舞时 杨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表示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支持她 她一定会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女团舞 看到杨子如此自信 粉丝纷纷留言表达支持 有粉丝留言称 杨子可以先练习一下 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两万 这句话既是对杨子的鼓励 也是对《久爱》这部剧的热切期待 看得出来大家对这部剧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作为剧中的女主角 杨子在《久爱》中的表现备受关注 她在剧中需要扮演17岁的黄英子和30岁的黄英子 两个不同的角色 这对她的演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但杨子毕竟是童星 演戏经验丰富 完成度也很高 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 杨子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少女时期的纯真 成年时期的隐人与无奈 以及面对江一时的小心谨慎 无论是表情 动作还是语气 杨子都完美诠释了黄英子这个角色 相信随着剧情的进展 杨子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我们也期待电视剧《第九天长》 取得更高的收视和口碑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思考 肖战 她是我现实生活中见过的最了不起的男人 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舞台上 肖战凭借独特的魅力和出众的才华 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近日 随着藏海传奇拍摄的深入 剧组成员分享了与肖战合作的经历 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位年轻演员的钦佩和喜爱 在众星云集的娱乐圈舞台上 肖战凭借着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才华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近日 随着藏海传奇拍摄的深入 剧组成员分享了与肖战合作的宝贵经历 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位年轻演员的钦佩和喜爱 肖战的演技一直备受好评 他能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准确把握角色 为观众呈现深刻的表演 在《藏海传说》中 肖战的角色备受期待 群众演员的分享也更加增加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他们纷纷表示 肖战在片场的专业态度和演戏热情令人难忘 在拍摄现场 肖战与群众演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配合 展现了团队合作的默契 群众演员们都提到了肖战的谦逊和善良 这给了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这种融洽的工作氛围让整个拍摄过程变得更加愉快 也让演员们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有群众演员透露 肖战不仅演技精湛 而且对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非常关心 他会在拍摄间隙和大家聊天 分享自己的经历 传递正能量 这种亲和与关怀 让群众演员感受到了 优秀演员背后真实而温暖的一面 群众演员在分享中强调 肖战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凭借着扎实的演技和对娱乐圈的热爱 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高度 他的努力和奉献成为 许多年轻演员学习和学习的榜样 同时 更多的观众对他充满了期待 总的来说 在《藏海传奇》的拍摄过程中 肖战凭借出色的表现 以及与团队的密切配合 赢得了群众演员的尊重和友谊 他在娱乐圈越走越远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随着《藏海传奇》的上映 相信肖战的表现将再次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他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男人 这是群众演员在谈论肖战时发自内心的称赞 在《藏海传说》的拍摄现场 肖战不仅凭借出众的颜值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也凭借谦逊有理的态度和敬业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他的一举一动 一贫一笑 都仿佛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令人过目不忘 肖战的品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拍摄间隙 他总是耐心地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沟通 无论是对待资深导演还是新人 他都一视同仁 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敬业精神 他的品质不仅让群众演员感到温暖 也让整个剧组的气氛更加融洽 网友们看到这些分享后 也纷纷表示兴奋和支持 他们留言 肖战的帅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亲眼见过他的人谁都不能说他不好 这不仅是对肖战外表的认可 也是对他性格的肯定 肖战的优秀品质让他深受各年龄段粉丝的喜爱 肖战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的每一次努力 每一次进步都体现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坚持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他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榜样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娱乐圈 肖战始终保持出心和热情 他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带领粉丝们一起成长 一起变得更好 正如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所说 能见证这样一个优秀 耀眼的孩子 我感到幸运和自豪 肖战这位现实中的完美偶像 将在藏海传奇中继续闪耀 期待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支持肖战 见证他在娱乐圈的辉煌历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